有花有酒 春藏在 无足无灯 夜之谜 球们好 我是爱玉克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来聊聊鬼手笑儿的球路组合运用 素材来自2017年成都市运动会 场上黄衣球员肖立 黑衣球员杨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围绕拉掉打法的多拍对抗 一开局 杨快推正手底线 肖抽杀摆脱 杨回顶 肖收掉对角 场上的节奏有所减缓 双方逐渐进入拉掉的对抗 可以看出肖压制杨的头顶非常坚决 通过重复落点 让杨陷入反拍过度 杨过度的质量还不错 肖更是回得精妙 双方继续在拉掉中相似 肖突然抓杨的正手过度 快推回头球 杨犹豫中回球不到位 肖五刀得分 这个多拍看似平淡 其实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 我们来看一个球路数据上的对比 杨一共压了六拍后场 其中五拍都是追肖的正手 一拍追头顶 肖也压了六拍后场 其中三拍追正手 三拍追头顶 双方都大量使用了压回头球的套路 但不管是压正手还是压头顶 都是肖占便宜更多 头顶区的回头球 直接逼迫杨陷入反拍过度 正手的回头球更是逼迫对手回球不到位 这个差距来源于哪里呢 很多球友可能会认为肖的高眼球速度更快 师兄观察不是 肖的高眼球速度虽快 但不像平高球 更像故意拉高弧度的过顶球 球过顶和到位是第一步的 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以肖的实力明明是可以打出那种压迫感更强的平高球 为何选择这种节奏慢了些许的过顶球呢 师兄认为有两层考虑 一层是配合自己的散步回中 不难看出同样是对拉高球 肖总是轻松一些 因为它回动的很慢 再退后自然舒服一些 二是错开对手回动的节奏 虽然出球的速度不像平高球那样快 但过顶的速度还是有的 这个足够的速度正好打出了时间差 然后第一次小跑回动 第二次弹跳回动都吃了大亏 这才是更高级别的拉调套路 一方面通过出手的质量控制节奏 节约体力 降低自己运行的消耗 另一方面利用出手的变化 破坏对手的节奏 增加对手犯错的几率 接下来我们围绕下压球 来看一看三个肖二的套路应用 一开局肖接高球 下压直线 紧接着中场难抽 再接往前推压 这个套路虽然运用失败了 但是可以看出一些秒头 这是一组非常强硬的进攻小套路 杀转抽 抽转风 后场中场前场 步步为营 步步紧逼 这个套路的启发在于 这是杀伤网 但有别于传统的杀伤网套路 传统的杀伤网 需要通过后场 凌厉的进攻 逼迫对手回挡往前 再通过高速的步伐 抢往前高点 限制对手 套路是好套路 但操作的难度太大 第一 你的后场进攻要非常犀利 足够逼迫对手 回出质量一般的往前球 第二是连接的速度要足够快 第三在这么高速的前冲过程中 还要完成往前的致命一击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漏洞 杀伤网套路的威胁就会大打折扣 削的这个三段式操作 则是变相降低了杀上网的操作难度 首先 杀球只需要一定的压制 重点是做好在中场南杀对手 反抽球的准备 最后再逼到往前 完成致命一击 从手法来说 这是一个拼发力的套路 三次出手 力球一硬碰硬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回合 一开局 削接高球回拉直线 扬收掉 削上网回挫 扬挑球摆脱 削后侧 收掉对角得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拉掉组合球路 如果把回挫 看成掉球的话 相当于一拉两掉 整个球路没有使用重复落点 而是尽量利用场地的长宽 在落点上拉开对手 首先是直线的牵扯 让对手形成前后的移动 然后突然收掉转对角 利用场地的宽度突破对手 削在后场手法的一致性 也是这个回合的点睛之笔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杀掉球路的组合 一开局 扬回拉高远球 削后侧抽杀直线 扬回顶 削中场起跳 拦掉对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升高的原因 削中场的拦截意识非常强 这是削区别于其他球手的一个特点 大部分球手都寄希望于通过后场的下压 换取往前的高点 而削的节奏给人的感觉 并不是那么急于争取往前的高点 而是集中精力于中场步上一道天罗地网 在利用自己细利的手法 要么打出节奏的变化 要么通过小范围精准落点打击对手 总结一下 削的打法有诸多特别之处 比如他不要高点 在我看来是他不喜欢跑动的原因 他不是那种速度灵敏的跑方型选手 在技术层面 我们很容易看到削细腻的一面 但其实削的发力也是一个狠角色 只是他板命的那一排 不像很多球员是放在沙球上给人印象深刻 削的发力更多的消耗在后场的摆拖上 以及前场的推压上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对喜欢单打的球友有所启发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送出五个VIP 感谢球友们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假设不使用杀球的话 你在单打上面还有什么得分的套路